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馬圈花生 今天呢 全天我都出去玩 所以拍不到影片去跟大家說 今早去了大澳 下手會東沖 然後走到現在才回 但我也想說說關於霍利茨那件事 就是他會散倉 原因就是因為馬會政策問題 馬會這個政策根本是很有問題 我待會再說什麼政策 然後我就要說關於周俊樂 昨天被人搞了兩幕 罰了兩次的停財 昨天一天 當中有一次根本是罰得不合理的 重要呢 其實那件左人的事故 類似的情況是發生過在上個禮拜 但是上個禮拜 就不用罰我那個人 那個人就叫做莫雅 因為外籍大師傅就不用罰我 然後周俊樂就要罰停賽 你說幾不公平 這個政策小組 一向都是針對華人 一會兒講一講怎樣有問題 我始終都是那句 他一向都是有問題的 但不代表我不需要說 他有問題我就要繼續說下去 比全世界知道是最好的 首先我想說一說 第一件事就是阿醒旺財 昨天周俊樂騎這一匹馬 就是被人罰了停賽 勁錯小組就說他在900米那裏 他就靠進去 然後就阻擋了一隻 潮州大興 和洋洋大盜 令到洋洋大盜那裏 確認了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看 去片 立刻看一看 究竟是不是這樣 說到明是罰不小心拆騎 顧名斯 即是因為騎士做主導的 應該是 騎士不小心的發揮 在陣上拆騎的時候 不小心 犯了錯 令到 他那隻馬 是阻止其他馬 這個就為之 不小心拆騎 換言之是騎士犯錯 OK 好了 你看一看 這條片 究竟 醒旺財騎士有沒有犯錯 說的是 這裏900米 醒旺財外面那一隻 紅帽 黃色衫 紫色咒 這個時候 你看到周俊樂 在外面慢慢開始 埋來 好了 中間紅帽綠衫灰馬 就是那一隻 潮州大興 裡面貼爛紅衫紅帽 那一隻 就是洋洋大盜 我們立刻去片查一看 留意一下醒旺財 根本它是有些不規矩的隻馬 搶口 然後扭曲了頭 在這裏轉彎入彎那裏 埋去的時候 你很明顯看到周俊樂是沒有做動作埋去的 他是定住的 反而是 醒旺財自己本身 他突然之間 隻馬閃一閃 捉過去 撞到紅帽綠馬那裏 令到後面 潮州大興 檢查一檢查 然後才 阻擋到洋洋大盜 換言之是什麼 其實這件事 第一 是醒旺財自己本身隻馬 不規矩 是不是 才 突然之間撞到紅帽綠馬 令到 潮州大興 和洋洋大盜那裏受了 第二 整件事 周俊樂 對手 沒有做任何事 他不是故意撞過去 亦都沒有捉過去 他已經定住了 是突然之間入彎那一下 醒旺財 抖一抖 跟著 搶口 撞下去 是醒旺財自己本身隻馬的問題 關周俊樂什麼事 他有什麼不小心拆棋 那誰會罰他 還有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到 潮州大興裏面那隻馬 都有些不規矩的 本身自己 有些搶口 兩隻馬不規矩 令到洋洋大盜失去了 那條欄 那條跑線 結果洋洋大盜 不是打右手邊突然之間閃了出去 你不會罰莫雷拉 不見你罰莫雷拉 因為是隻馬突然之間 驚閃 是隻馬本身走規問題 然後阻到後面那些 黃蝦黃和聚財 那 我想問 你不會罰莫雷拉 不關事 不小心拆棋 騎士主動犯錯 他是不小心犯錯 而是影響到其他的馬的 跑線 這一場根本是沒有的 理罰周俊朗 是完全不合理的 整件事 有什麼這麼合理 不知所謂的 這個判決 大家再看看 但是有一些 上個禮拜經佛而沒有佛的 我們看看這一場 上個禮拜新鮮滾熱辣的 12月12號 國際賽入美場 莫雅騎這一隻的美好世界 大家留意一下 外面 淺藍衫那隻 淺藍帽 就是那隻美好世界 這個時候他正在進來 他一進來的時候 一檢查到那隻厲害了 看到嗎 那這些就是 阿莫雅過來的時候 他不小心檢查到後面那隻馬 美好世界本身 沒有走規論盡 他走直線 只不過就是阿莫雅過來的時候 很明顯 他檢查到後面那隻厲害了 令到厲害了立備 這些就是不小心拆棋了 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罰到 如果我們檢查 那天12月12號 這部美場賽事 敬賽小組用什麼字眼對待莫雅呢 留意一下 就是 850米轉彎的時候 厲害了收慢 避開美好世界 當時美好世界 沒有充分帶來 下 向內 移 他就嚴厲譴責莫雅了 那為什麼這些不用罰 這些擺明 騎司主動犯錯 而是阻擋其他人 你又不罰 這些又嚴厲譴責 周進樂 不關騎司事 是隻馬自己亂農 那你又罰周進樂 這些是合理的嗎 一向都不合理的 那些董事一向都是有問題的 是不是 是這樣的 那只不過就是 這些是見慣不怪的東西 我都要說出來的 因為不合理就要說出來 就讓人知道 看看他們多壞 他做多少次我就說多少次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不公平的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周進樂 其實他犯了 這個什麼 不小心察 或者 他整天在直路上 好像是 昨天 這樣呢 美場 整天向內斜跑的 周進樂跑馬 今季 踏入11月 我做了一個小統計 11月跑了9次馬 他有5次馬 因為 他有5個賽日 是因為 他自己一直路到向內斜跑 而是被小組 嚴厲譴責 或者被罰停賽 包括新力寶 雕之美來 團結一致 上個月的省國安裁 和加州海角都有 這個就是周進樂本身 自己的問題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你想一下 你經常在罰停賽 變相 有些馬你騎不到 因為要被罰停賽 你想一下有多少馬主 會換人 因為這樣 他們會不會等你停完賽復出 才給你跑 當然不會 你是誰 他們就會換人 所以你的助騎 你的助騎就會自然流失 同時你 你少了出賽的機會 少了 展現你的功架 去show off 表現的時候 你得到實力助騎就會越來越少 連馬師不太敢找你去騎馬 因為 你經常被罰 找你又找不到 我找別人算了 自然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周進樂 必須要小心 尤其是 好像昨天動的星 又是直到咳 沒有看後面 那就咳到人 這些人不值得 因為譬如說昨天那隻 跨道口 是沒有的 你咳到他 你咳不咳到他 他也沒有 但反而你咳到他 就被罰 就說多不值得 這件事是要絕對小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得到的實力助騎只會越來越少 你的成績都會差 亦都會影響到 當然就是正常 其他騎士是安全 所以周進樂 這件事一定要檢討一下 接著我就想說 霍利時那件事 他就因為 馬會那一個金貴的政策 對他很不公平 其實對整個下游的 列馬斯 很不公平 就走了 那個是什麼政策呢 就是 五班 五班賽事 計入 列馬斯的成績 最多計兩場 換言之列馬斯 無論贏多少場 五班賽都好 他只計你兩場 你贏多過兩場 都是兩場 所以鄭隱偉 這點是送了五 就可以住 rush 於是 這個政策 本身 用義是好的 馬會是想解決 走馬說的問題 有很多列馬斯 在地上 馬馬馬 év 跑了果子 然後不斷減分 雖然我們 減復喔 他畢然不想 停蚣 打 feeds 所以就搞了這個政策 就是防止捏碼師 抖碼抖到五班 所以就是計兩場五班的頭碼 這個用意其實是好的 譬如說葉楚行那些 是好的用意 但是問題是 做下去的時候這個政策 是解決不了本身的問題 都不是對正下約的 你想想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葉楚行 都不受答不答標 他本身都夠答標 如果不計五班的話 都夠數 他會不會因此而不抖碼 不會 他只要抖都可以 他只要贏夠數就可以了 他可以贏14場的四班賽 然後有50場都是贏五班都可以 真是誇張一點講句 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反而這件事是趕盡殺絕 有一群下游的蓮馬斯 根本是沒有領馬的 他只有四、五班馬 你沒理由不計他們的數 四、五班馬都是頭馬 五班賽都是頭馬 你在香港搞得多 應該要計算 難道你冠軍列馬斯 而五班便不計算嗎 沒得這樣 在香港舉辦的賽事 應該算入頭馬 這是很合理的事 但馬會就不計算 結果那些霍利時 何良 鄭俊偉 很難生存 其實不是他們的錯 金盤 很多大倉都不肯收低這班馬 唯有仰在他們 那他們難得有些五班馬 那你跟著又不計算 有些馬真的只有五班的質素 那他們跑五班贏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上不到四班 那你不計算他們的數 那這些電馬師不是很慘嗎 你要針對的 一些不應該是五班的馬 他將他失去 減分減到五班 你要防止這件事發生 你沒理由連 他將其他五班頭馬的數字 是不是 有些馬真的在五班贏 他真的不能上四班 你不計算他的數 他真的要他的命 大哥 不知所謂這個政策 而且完全是不能夠達到 他原本的用意 就是防止那些列馬斯凳馬 是不是 這些政策根本是離譜的 根本是用屁股想出來才想到 真是厲害 還有養一隻五班馬 他都說得沒錯 養一隻五班馬是很容易的 要他贏 五班馬爹落到五班 能力低 本身有毛病 才落到五班 那你要搞蝶兒 贏一場真的很難 你看無限驚喜 勇天鵬搞了多久 那你不計算 離譜也不得了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你那些平榜拳 要用一下你的腦 就是很簡單 你減分的時候 你去平榜的時候 有些馬爹可以減分 減得這麼快 就是長途馬跑短途 泥地馬跑草地 草地馬跑泥地 草地馬跑泥地 放頭馬拿去後上 那就很簡單 一定減得快 輸得遠 那些就不要減得這麼快 平榜園不是死固固 只是看一看馬距離 然後贏10個馬威就很厲害 加20分 贏1個馬威就加5分 這樣平榜的話 你真的回家 都可以了 所以你說馬會真的要想的 不是搞這個政策 去拿下流念馬師命 而是要把那個平榜的制度改革 那些平榜園減分的時候 要真的想起本身的馬 是真書還是假書 真書就是跑對路程 或者跑對跑法 都是沒有什麼藉口 而輸的就是真書 那些減分是對的 但是假書那些什麼 泥地馬跑草地 長途馬跑短途 那些就是要去變 減慢一點 不是說不要減慢一點 那些分數 我看到一些馬是5場 可以落5班 那些減分速度 那些減分速度 這樣東西 才是馬會 要改變 一個歪風的方法 而不是去搞那些下流的念馬師 全部挖1-5班 才不算數 那你不如收拾5班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不過anyway 霍利時也是一個 我對他沒有什麼好感 也沒有什麼反感 那我想他也沒有什麼遺憾 在香港也叫做風光過 減黃鱗魚 起碼養過一隻 練過一隻這麼厲害的馬 也算是這樣的 在這裡 祝他離開香港之後 順順利利 一切 一路順風